双子座十月末这周呢 工作当中会面对很多的细节 也可能会有一些极端的情形要处理 挺让人冒火的 或者呢容易出现一些争论啊 赶攻啊 承担连带的责任啊等等情形 那么进入十一月呢 事业读书方面前十天 一些任务会迎来收尾 效率高的双子座呢 能够提前的去进行一个收官 三日到五日 金海联动土星顺行之后 让双子座职场的表现和沟通 显得很重要 当然啊包括整个小组 整个团队的表现 在这个时候会直接影响一些结果 那十一月六日到九日 精心进入到五宫之后 双子座的机会运开始攀升 包括意外之财 意外的一些机遇来敲门 终须的这十天呢 守护心进入到七宫 使得你们的合作运也开始提升 有机会展开一些新的工作规划 合作的一些布局 或者是人事的一些变动 比如说因为和一些合作对象交好啊 因为彼此有共同的一个利益和目标 那么这个时候使得自己获益 那这期间需要多留意他人给的反馈意见 这个能够帮助双子座 更了解别人的一个诉求 抓住别人的诉求 十一月就抓住财了 这个是十一月工作和财运的关键 去合作去签约去跟着别人走 十二月财运就会更好 这个好会体现在财务有机会更稳定 比如说什么时间能够拿到多少款 上座十二月五日之后 会更能够计算出来 大概是能够有个估算的 十一月呢则是需要有点冒险精神 或者说带着一点运气啊 虽然说财运已经在往上走了 但是比较不稳定 需要靠着向外发散自己的魅力啊 或者跟他人去搞好社交关系啊 受欢迎才会有 那欢迎双子座个人心态走的是困难相位 那一不小心就可能得罪了别人 或者是跟别人合不来 那可能这个财就没有了 因为土星五日也在时工恢复顺行了 这意味着领导带来的一些负担 衣食父母带来的负担 外界的期待带来的一些数字或者是成绩 再次的会吸来 所以双子座这个时候也需要注意 上下级的一个关系和处理 但是呢十二月的财是只要努力干 怎么着都会有一笔的 比较稳定也比较是付出 能够得到相应的一个回报 不像十一月一定要符合某个标准才可以 那十一月中下旬呢 尤其是月末的这十天啊 是事业读书可以出新的成绩的一个世界 工作当中会野心满满 工作状态是非常好的 很积极也很活跃 那需要注意的就是刚才说的 来自于领导上级权位的一些制约 以及一些工作长期的安排和做法 在这个时候一定要理清楚 那二十二日到月顶呢 双子座就是在思考面对这些事情 可能会有一个协调的阶段 那整个十月末到十一月 另外也需要注意身体健康 六宫是健康的宫位 个性都进入六宫 代表健康是需要留意的 考学的创作呢 这个行运比起常规的考试 更利于进积累的比评 而对常规的考试 这个时候反而没有捷径 需要理性的评估课业 物凭喜好去片刻读书 同时这个时候注重效率 木星在十二宫的逆行会叹来 因为为难情绪或者是逃避 带来的拖延 尽可能提升自己的速度啊 否则等到十二月再补的话 个人负担会更大 那爱情人这方面呢 之前双子座接触的人 多少都跟工作职场 或者是日常的一个范围 原本的家人啊 或者说自己就认识的一些人 是有关的 而十一月呢 会迎来一些圈子的拓展 十一月九日到十三日 金星和水星换座稳定之后呢 桃花人际运是会开始走望的 在各类的社交啦 活动啦 party啦 聚会当中 能够见到不错的人 或者是追的综艺当中啊 不一定是恋爱 但可能会发现不错的对象 可以当做自己理想型的人 那如果这个人是在现实当中遇见 那当然是要好好把握一下了 尤其是之前 刚刚结束一段关系的双子座 这个是转换自己的心情 让自己的爱情运 换到一个幸运的一个时间 所以这个时候要大胆放下过去 大胆地往前冲一冲 不然的话一直停留在过去 会影响新的运气进来 桃花对象呢 可能是偏知性或者是气质 给人较自由或者潇洒的感觉 外形呢 长得比较好看 或者是某方面条件不错 是双子座会心动的类型 有伴侣双子座呢 这个月很激烈啊 是吵得很激烈 还是感情激烈 就要看个人的心盘而已了 那双方呢会有一些新的计划 尤其是11月中旬这10天开始 可能是跟子女有关 或者是跟一些约会啊 跟父母或者是仪式纪念日有关的 也可能是跟演唱会表演的 这种对外展示类的活动有关 总之会有新的安排的开启 11月会试着去谐谈去尝试 那12月会更正式的 进一步去投入寻求一个节骨 那每人方便的大方向军事可做的 不过不是个人化的指导 还是需要谨慎一点 那要祝所有的双方座11月好运啦 我是艾巴范老师 用新作和心理学 一起更好的把握生活 我们下期见 拜拜